岳府双臂制的是 汉岳府诗《孔雀东南飞》和北朝名歌《木兰诗》 合称为《岳府双臂》 这两首诗歌都是叙事长文 以其深刻的社会思想意义和极高的艺术成就 为历代文人所推崇 《孔雀东南飞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 它主要讲述了娇仲卿、刘兰芝夫妇 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 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 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《木兰诗》是我国南北朝时期 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名歌 记述了木兰扮南庄、代赴从军、征战沙场 凯旋回朝、剑弓授封、词官还家的故事 充满传奇色彩